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傻笑什么? 我没有啊 对了,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我变成男人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发现了? 我真的很好奇 为什么我会变成文玉翠女士儿子的模样? 我心中有太多疑团 总裁,找到了 怎么了? 其实,从你变成男人的时候 我就让罗秘书暗中调查一些事情 包括酒店的房卡事件 一切的突破口都在袁莉莉身上 袁莉莉?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不过当日袁莉莉 为什么会指控货轮? 酒店事件跟我变成男人的事件又有什么关系? 当日我让罗秘书调查袁莉莉的时候 才发现 她为了换取璀璨集团的代言人 将你送给了货轮 正常其实货轮有两张房卡 一张在货轮手里 另一张是袁莉莉给你的那张 不过因为酒店的失误 袁莉莉手里那张 跟我的房间房卡是一个 所以 后来你才误打误撞地进了我的房间 而当天 我刚好参加公司举行的球会 喝多了 正好在酒店休息 袁莉莉几次 拜托霍轮成为代言人 但都没有成功 所以我就让罗秘书给她了点好处 她就成为了我们的棋子 指控了霍轮 我进入你房间之前 是因为头晕 我头晕 是因为喝了袁莉莉的一杯酒 还有当日的心香 果然 这种事 只有袁莉莉干得出来 只有她能干出这种下作的事情 她给我下药了 没错 但袁莉莉从未承认给你下药 还有 也没有证据 那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查出来下的是什么药 就能破解出我变成男人的原因 对 喂 韩总 找到了 靠谱吗 放心 这一包药分三次使用 切记 单次尽量太大 会有副总 好的 给他们付款吧 是 韩总 韩承训 好戏就要开场了 咱们走着瞧 欢迎订阅 军河 阿 不 湘怡 最近你们小两口挺好的吧 挺好的 夫人 别叫我夫人 叫我干妈吧 我也想啊 认下你这个干女孩 好 干妈 这个不是 璀璨集团的少东家吗 伯母您好 我是相仪的爱人 叫我承训就好 好 真好 我家君和 现在要活着 也早就成婚了 你要好好带我们家相仪啊 要不然啊 我可不同意 放心吧 伯母 我会好好照顾相仪的 你们小两口啊 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就跟我说 我呀 孤家寡人一个 也想呢 为你们做点事情 你们什么时候成婚呢 还早呢 干妈 也对 现在年轻人呢 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呢 包办婚姻 你们俩呢 相互爱慕 彼此多了解一些 慎重一些 也好 不过 我瞧着成勋这孩子不错 你们俩呀 以后一定会很幸福的 我老了 唠唠叨叨的 你们俩呀 可别嫌弃我 不会的干妈 朱里呀 把合同给我 这是呢 我在璀璨集团 占有的股份 我呢 送给你们 就算呢 你俩成婚的嫁妆 如果你俩成婚之后呢 就属于你们俩的共同财产 承勋呢 也不用再担心 他哥哥的事情了 干妈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伯母 这怎么能行呢 哎呀 君和要活着呀 这些呀 也都属于他的了 来 拿着 梁小姐 别让夫人伤心 收下吧 夫人晚年锦衣玉石 只可惜儿子应年早逝 你们 就是她的精神之重 干妈 小姨 接下来我们俩的路 会经济密布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你什么意思啊 是你说要照顾我的 现在反悔了 我没有 阿正勋 我不怕和你面对一切 你的家庭 你的人生 我都愿意陪你一起去面对 你的人生 无论多么的错综复杂 我都愿意陪你一起去靠 毕竟我除了是个女人 我的另一个身份 还是个勇猛的男人 小姨 我爱你 嗯 嗯 甭什么 你怎么不说你也爱我 你最近有点太黏人了 跟我小媳妇似 是种 走了 哼着歌 情声哼 听听歌曲说秘密 每天梦 一梦 神欢乐无穷 真高兴 遇见你 缓缓细细在一起 一切美好都有你 你像夏天的清水 凉一头 扯心扉 你又像冬天的可可 羊胎素让你的皮肤 由内而外地展开 淡化皱纹 好 好 非常好啊 辛苦了 咱们那个 好 谢谢导演 我去洗手间 脑 脑 不好看 出事了出事了 什么呢 出什么事了 女主 女主她 哎呀 大家全看见了 女主出什么事了 你慢点说 女主 女主她变成男人了 啊 啊 香姨弟弟 姐姐挺喜欢你的 跟姐在一起吧 香姨 你俊朗飘逸 我美若天仙 咱们俩在一起 厚大的颜值都高 香姨哥哥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要不 咱们四个一起过啊 你敢 他是我的人 你的人 你不乖啊 在这里有别女人 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笑什么呢 真开心 我的小说 女主她变成男人了 我全部忘了 你把你自己写成小说里 变成男人的女主 那我呢 你还是你啊 韩重新 我想陪你 我想陪你 露燕幻花 哭疼老鼠帮换羊 你却还在原地啊 你还在那原地吗 你还在这裡 你快死去 你不义 你不乱 我向来 你不乱 你不乱 你不乱